大家好,我是溥宇,每天分享不一样的篮球趋势 今天我们再来分享一下辽宁男篮前外援实际分身的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实际分身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对于这个实际分身吧,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 毕竟上赛季他曾经效力辽宁男篮 并可以贡献26.7分,7.4个篮板,3.84助攻 整体上表现还是不俗的 但是呢,去年夏天辽宁男篮并没有与实际分身进行续约 主要问题是三分一球投射命中力比较低,仅有30% 同时呢,这个实际分身效力一个赛季也没有融入辽宁男篮战术体系 这也是辽宁男篮并没有与实际分身签约的一个重要原因 之前有媒体爆料呢,这个实际分身已经与发展联盟进行签约的消息 但是呢,据最新的消息显示呢,这个实际分身在发展联盟的选秀大会上 并没有球队与他签约 在1月26日,这个实际分身呢,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个最新的动态 他也向联盟进行呼吁,放开球队的名单 这样就能够签我们这些老将了 从这个内容上来看,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实际分身是在向NBA的发展联盟进行呼吁 放开球队的一个名单,能够让这些老将们能够找到合适的一个工作 可见吧,在当前疫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这个实际分身也迫切需要重返篮球赛场 去寻找一份工作,获得更多的一个收入 面对这样的情况吧,我们不得不为实际分身的一个境遇而期许 其实,实际分身上赛季效力辽宁南篮时年薪达到420万美金 这样的薪资水平在CBE联盟中可以说是堪称一个顶级的薪资水平 同时,鉴于实际分身的一个能力,曾经在呼吁人步行者的效力 在NBA寻找一份工作也并非一个男士 鉴于这样的情况吧,也有媒体和人士透露 实际分身既然在NBA甚至是发展联盟找不到工作 不如加盟CBE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依照实际分身不错的得费能力以及身体对抗能力 在CBE联盟中,找到一份工作应该也不是一个男士 我们也不排除这个实际分身在CBE第三阶段重返CBE的一个可能性 我们也希望吧,实际分身能够好运 这就是今天吧,我们也分享的话题 不禁止处,欢迎评评证,感觉不错 欢迎点击关注这话评论,好好谢谢大家